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要來看一場比賽對決 那這一場比賽不是天梯觀戰 是一個All-in Vance的一個決賽的比賽 那兩方選手是Vance對上Yo 那Yo的話是中國第一玩家 沒疑問的話應該是這樣 我也不確定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最強的 那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 所以一開始大家是沒有TC的 都是需要自己蓋的 那兩邊的話都是在荒野之中 荒野之中都只有動物 鹿跟大象 這些動物可以吃 那木頭的話都是在這邊的資源點 這裡蠻多的資源點 有木頭、黃金、石頭什麼都有 那比較特別的是 這張圖雖然出現在荒野之中 木頭很少 但是這卻有海 所以這邊木頭的話 你要蓋漁港 木頭一定要來這邊採 不然木頭肯定是不夠的 反正最終發展絕對是會到這邊 那來看一下 這邊 Vance 竟然先下了漁港 沒有先下伐木場 反正是先漁港開 那這邊 又是 反正是先下了伐木場 那漁港的部分 還沒有 那這張圖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兩邊都不是刺猴 都是這個雙鋒落駝 這個雙鋒落駝 我記得 看到這個Bug有沒有改掉 那看起來好像是有改掉的 因為跑速是蠻正常的 我記得會變成兩到三倍的這種跑速 超級快的 我記得螞蟻也會 只要是大地之母的動物 都會跑成兩到三倍的速度 那這邊Vance已經蓋好一艘漁船 然後斷木的關係 決定要到這邊蓋寶木場了 所以這邊漁船先斷了一下 但漁船已經開始在採食物了 相當狀 然後這邊也有在 捕魚 這個不是魚 這個是那個 香鮭 不知道烏龜感覺吃起來如何 但我覺得有點 有點可愛 這個圖案 香鮭 那這邊 Yo 這邊也下了漁港 那這邊有個細節 就是漁港的動物 一定要下在這個 香鮭的旁邊 就是小漁點 這樣你蓋我淹寶之後 你的村民就可以直接在那邊捕魚 這邊再蓋一個木牆的話 就很安全 就不會被刺頭過來砍 好 那來看一下 兩邊都是應該會補到六木 五木的話有點太少 那這邊六木沒錯 那來看一下漁港一樣一直在造船 那兩邊都在探圖 這邊看到 把木也蓋好了 這邊 這邊 這邊又死村了嗎 沒有 哇 這邊是利用了一個房子喔 他蓋一個地基在這邊 然後取消 那大象就會往後退 哇 這個很細節 只要你的村民快死的時候 只要在大象 跟你的村民之間 按下 防務的話 那兩邊都會互相撤退 然後再射一下 然後大象就會繼續追了 這是一個避免死村的方法 不然這邊很危險啦 要是死一村的話 可能就糟糕了 尤其是這種比賽決賽 更為刺激了一點 那這邊又是率先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又這邊是快有快20% 那 沒意外的話兩邊應該是會先打海 誰能贏海誰就可以拿天下 哇塞 這邊又居然給了一個關本獸 把YanVelix的村民關在這個地方 哇 這就是我說的 你在那邊捕魚的話 後面最好是蓋個木牆啦 哇 人家來搞事的時候 真的是搞到啦 哇 死去 但我覺得 又這邊 有點被逼 這邊又直接蓋下了碼頭 直接蓋在你臉上 那又這邊打算要蓋一個雙碼頭 燒燒船 那這邊又 我覺得又這邊就算看到這邊沒有蓋木牆 有蓋木牆的話 他應該也是在這邊蓋木牆 然後把對面的村民圍起來 我覺得又這邊細節處理得非常好 那又這邊就繼續補他的規規 那這邊也要木牆有下好 那這邊 金下了 一級伐木 跟燒燒船 那這邊只造一台 那這邊魚補完了 往右邊補 那黃金部分是四金 四金的話 黃金上可能會跟不太上 五金的話會好一點 五到六金 那應該五金是比較 合適一點的 那這邊 Valens看到這邊 他在補他的規規 他不能忍喔 直接按下了戰船 而不是燒燒船 火戰船 那兩邊的木頭 都補了蠻多的 又這邊是補了石木 那這邊Valens補到了 十... 三木左右 相當多 那這邊沒意外的話 應該會補下第二個港口 那這邊燒燒船多來了 那Valens的戰船 戰船去了哪裡呢 喔 剛... 才剛按下去嗎 好像有掃一燒的感覺啊 好 沒關係 這邊... 燒燒船 都在燒對面的漁船 這邊... 喔 這邊是躲了進來嗎 我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出來 喔 對 他蓋好的戰船 是直接在裡面 想要累積一點數量 然後開始秀 對方的一個... 火燒船 那這邊... 這邊還按下了... 赤火 準備打一個... 肉馬燒喔 均勻肉馬 那這邊... 燒燒船來到了這邊 這邊... 龜龜吃完了 那兩邊村民都是26隻 喔沒有 這邊又會多一隻 因為又剛剛用村民擊殺了一隻村民 那這邊黃金央視金 這邊... 又... 斷火船斷的蠻嚴重的 我們要發兩港口一直出 但是這邊... 兩個戰船點掉了一艘... 魚船啊 那只剩下一艘戰船啊 這邊本來是... 三艘魚船 好... 那看一下 這邊... 戰船還在必須騷擾 但是... 又遇到火燒船 哇... 這個鞋掉得很快 直接燒掉了對方的戰船 這邊弱馬雙線進攻開始了 這邊稍微圍了一個直線 哇... 這邊又看到敵人 戳戳來的基因 就把插了一下 哇... 哇... 兩下... 虧爛 那海的部分應該是又打贏了 這邊... Valens直接把戰船拉到了這邊 想要做一個壞壞的事情 但沒有看到 這邊兩邊都在忙著顧這邊的... 藏手點位 這邊直接下一個市集 戳戳能不能再戳到一下 能戳到就很賺... 哇... 又戳到了 哇... 鑽爛 這邊... 好... 不猶豫的直接下了大石牆 這邊在圍城 因為這個柵欄可能被插進來 有點危險 那兩邊 動物其實吃得差不多 蠻舒服的 這邊大象吃第二坨 鹿也吃得差不多 右邊還有四條鹿 應該是沒機會吃了 這邊... 兵都出來了 可能會... 到處燒了 不太可能會有機會吃得到 這邊蓋了一個燒戰 看一下裡面的... 科技走向 這邊看起來... 兵工廠都蓋 看起來需要上... 城堡時代 因為右... 現在這邊有... 有海的優勢在 哇... 這邊在殺鹿 所以這邊應該會 比Bellens早上... 城堡時代 這邊鹿全部殺光 殺光之後就不能踩了 這邊... 搓搓... 過來... 劍塔蓋好了 這邊也稍微微了一下 好... 村民大遷徙 趕快把所有村民拉過來 再不趕快過來 就沒有機會了 好... 這邊... 路... 可能要拉一下喔 我的四肢射到 還是有點痛喔 好的... 戳戳 繼續在那邊走 OK... 趕快離開... 這個危險地方 哇... 那這邊... 會極限被射到 所以這邊只能 乾瞪眼看他吃大象嗎 是不是可以再燒好一下 還是不太行 那這邊... 魚感好像被燒掉了 哇... 真的... 這個距離射不到 應該可以燒到這個 再往前走一點點應該是有... 可以... 沒錯... 但是再往前一步... 劍塔就會被... 射啊... 哎呀... 這個... 戳戳送掉了 這邊插了一個... 塔...想要來塔這邊的... 石頭 好... OK... 那這邊... 弓箭手進去 就可以... 對... 箭矢的事實上就會變多 看起來是沒殺到 都跑掉了 那這邊... 居然... 那...死... 跟... 又是差不多時間上城堡時代啊 這邊... 因為動物真的很多啊 這邊的大象鹿吃到其實差不多了 到處在吃鹿 那這邊下了冰宮場 黃金的部分補到了八金 那匈奴這邊...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打個雙射箭場 然後爆... 馬弓出來了 因為匈奴的馬弓很便宜啊 這邊... 馬弓花費在城堡時代便宜10% 那帝王會平20% 我真的是... 不懂啊 那你這邊... 伐木非常的多 20幾個人 你應該是要3TC 然後戰矛防守 或是直接出... 爆... 直接爆騎士喔 這邊選擇了BK 我這邊肉麻進來看一下圖 看一下裡面是幹嘛 那裡面什麼都沒有喔 那TC的部分... 不知道哪時候會下 看一下 魚船的部分 造了... 六燒就沒在造喔 因為這邊雨點雖然是有 但是... 算少的 雨點不多 吃完就沒了 那這邊... 馬弓騎士 這邊... 果然出了馬弓 騎士這邊被射了一下 那這邊騎士... 造幾隻騎士出來撿一下 這個修道院蓋得起來嗎 哇這個馬弓騷了有點煩啊 會不會死村呢 村民宿差距有點多 差了五村 哇... 一村都沒死 然後還蓋好了這個 修道院 那家裡這邊... 駱駝跟小公 我赤猴都被殺了 不是駱駝 是赤猴 這邊一樣有兩個小公在裡面 偷偷射射 偷射怪啦 應該是要來解這個... 劍 這邊馬弓出來了 那... 右這邊會有點小小的壓力炸 看一下這邊又要怎麼應對這邊... 爆馬弓的打法呢 好... 這邊... 開出了TC 這邊TC已經開好了 波蘭先雙TC開局 這邊波蘭使出了... 波蘭的最強的... 建築物 大莊園... 喔這邊... 劍炮出來了 騎士 要來解投石車解的掉嗎 有點尷尬趕快修 哇賽 這個... 要是掉的話會很危險 喔沒掉 差一下... 我的板擊 劍炮加投石車 這個馬弓一定要撤退了 這裡箭台有這麼多 要騷擾的話會很危險 我直接把... Rance滴了出來 這邊圍一架應該是... 不會太再繼續圍喔 頂多這邊再圍過來一點 好... 靠TC防守 這邊... 老頭出來了 投石車還在投 但是這個投石車可能要修一下 不然要白給了 這邊... 那TC的部分... 地上TC也開出來了 但是又這邊因為地形的限制關係 實在是... 找不到一個比較好蓋TC的地方 這邊投石車修了回來 喔... 這邊... 是要幹嘛 What 死一村嗎 喔沒死 這邊拉村民往下走 不知道是要幹嘛 但是... 這邊拉了更多的馬弓 好... 那就要看一下 這一邊的... 好... 這邊Rance 再拿一機 這邊村民發呆的數量有點多喔 1...2...3... 三個村民在發呆 可能真的太忙了 要扣的東西太多了 這邊看一下 食物跟食材的部分 大家經濟都蠻好的 但是又經濟部分是多300分的 這邊又有海面加成 這邊食物應該又是超多的 但是很可惜 實在是找不到一個地方好蓋第三個TC 好...這邊...決定要圍了起來 來... 武砲...繼續照了過來 好...來這邊射... 馬弓 好...這邊老頭子被點掉 頭子車也過來 好...這邊應該會繼續蓋...TC 好...這邊要來蓋TC嗎 把食材低掉了 好...沒錯...這邊下了TC 好...這邊比較...好一點 這邊...把這個...紹陣給...射掉了 那兩邊算是3TC開農 但是由於又下的TC比較慢一點 聰明上慢慢追得上 哇...這個大莊園...很香啊 那來稍微解釋一下大莊園這個能力 大莊園算是魔... 脫爛的特殊魔 這邊被抓到 先解說這裡 這邊騎士 A了上來...這邊有個洞喔 這裡也有個洞 所以他們的部隊是可以過來阻止這個TC發展的 這個會不會抽掉一村...沒問題 毒砲頭死車都來了 OK...那就來看一下這邊要怎麼對應這個... 進攻呢 哇...這個雜道...很殘 再來看一下... 這個毒砲能不能... 哇...我很痛... 直接殘血... 這邊翁翁也在翁... 這邊奴炮頭車過來... 老頭也來了... 那應該這個TC沒問題...應該是蓋得出來了... 看一下這邊把房子滴掉... 哇...砸到...很痛... 哇...這個翁到騎士... 尷尬了... 騎士又被翁... 可能要自滴了喔... 哇...自滴騎士... 這邊頭車再砸... 喔...很危險... 會不會預判一個砸... 這個老頭不會太嚣張一點... 這個... 這個在幹嘛... 直接被奴炮射掉... 奴炮兩發可以射死一隻老頭... 這邊TC蓋得出來... 哇...前面這個奴炮壓制相當的好... 很有傷害打擊啊... 這邊...頂下大學... 哇...這個老頭... 又被砸死了... 老頭全部白給... 那老頭...應該會把所有的遺跡減盈盈盈盈喔... 這個不減白不減... 這邊趕快看一下... 這個...遺跡再不趕快解掉喔... 那... 那這邊Velance可能要變大富翁囉... 這個遺跡減越多... 這個富力滾... 滾起來很給力的... 哇...這邊頭死車... 這邊壓了一個城堡... 完蛋... 一台...沒了... 那頭死車左邊... 會不會投到... 喔...沒有... 我這個預判投... 那跟頭死車應該會互相給... 這個... 進來是要... 路過的意思嗎... 沒有... 這個是沒有碰好... 哇...這個頭死車要互換嗎... 哇...塞... 還有兩滴... 來得及修嗎... 來不及... 哎呀... 哇...這裡相當關鍵喔... 這邊幾乎快把他圍起來... 下面再補下了第二個馬舊... 那這邊... 右這邊已經率先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又要領先一個時代了嗎... 哇... 這個右這個是... 海的優勢加上... 大莊園這個彩肉... 肉的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那沒意外的話... 又這邊應該是要打一個... 大肉馬... 喔... 不... 大騎士... 爆... 這邊招了一個村民... 沒錯... 這邊... 騎士一直出... 喔...這邊肉馬來... 解決這個老頭... 哇... 三刀死一隻... 這邊馬舟也在幹... 全部都在爆馬... 這邊總共下了五個馬舟... 重裝研發... 二攻研發... 對面... Malance也點下了... 帝王時代... 這邊射箭長也在補... 看來會變成一個... 馬攻對上重裝的對決... 好... 正面技術也下了... 那只要... 銀罐研發好之後... Malance這邊一隻騎士的價格... 只要... 六十肉... 三十黃金... 三十黃金什麼概念啊... 比你出小工還要便宜... 比你出... 劍勇... 貴了十塊錢... 但是跑速相當快... 血量也比劍勇多... 所以這個波蘭... 非常凶狠... 只要... 花上一堆... 便宜的資源... 就可以換到... 高... 性能的一個單位... 喔...這邊老頭... 會招到兩隻嗎... 哇... 解掉一隻... 這個老頭會不會在解... 應該是空不來... 哇...這邊... 也有來... 砍老頭... 砍死了... OK... 應該要先往後拉一下... 這邊數量... 可能打不太贏... 欸... 由於... 忽然這邊... 是沒有三級馬卡的... 所以這邊... 對馬功... 會有點壓力... 雖然是罪到... 但是被馬功刺來是很痛的... 雖然匈奴這邊還沒帝王... 所以... 還沒到三級射跟化學... 傷害海邊已經到那麼突出... 那這邊... 又想要繞一堆騎士... 去做一波騷擾... 但是... 被Valens抓到... Valens這邊... 率先... 按下了一個... 伐木場... 哇... 這個當房子用啊... 因為兇了... 沒有房子啊... 所以... 直接壓了一個... 伐木場... 哇... Valens真的是... 對兇奴非常了解... 用這個... 直接堵住了敵人的一個... 騷擾進攻... 那下面這邊... 又爆了一堆騎士... 哇... 這邊騎士... 永遠不覺得一直出來... 又... 這邊點下了... 遠投跟衝車... 打算來做一波... 衝... 擠壓制... 那... 波蘭比較好一點地方是... 他的衝車是有... 大衝衝的... 非常的猛的那種... 然後... 大衝車要1000肉才可以升級完... 1300肉才會升到最強... 那剛好... 波蘭的大莊園... 可以cover這個肉部主的部分... 大莊園直接田到了滿... 這邊大莊園... 只要一直農... 一收成完大莊園就可以獲得... 37肉... 那一個... 一片田... 一苦解一種好... 又有37肉... 就是這樣重複下去... 50片田的話... 就是1875肉... 喔...這我有算過了... 那這邊田也快補到50片田了... 那這邊肉的話... 會一直爆出來... 這邊騎士一直到處騷擾... 一直到處... 做一個騷擾進攻... 然後這邊... 被解掉... 那馬弓可能會有點... 平民... 被... 這邊... 哇... 這個馬弓直接被剁光... 那騎士打馬弓還是很痛喔... 因為這邊... 波蘭人... 有加成喔... 對弓兵... 有加成... 但是有青旗兵的部分... 但... 重裝應該是沒有散在裡面... 那可能... 或許會爆出一堆青旗兵... 來解這個肉... 來解這個... 馬弓是有可能的... 但... 現階段不太可能... 現階段還是... 利用黃金兵種去做交換比較好... 雖然這邊... 三級射四... 三級射加化學已經好了... 被射很痛啊... 因為... 遠房只有四啊... 二加二... 到這邊... 騎士已經死得差不多了... 沒辦法做到一個有效的騷擾... 前面這邊衝車開再解... 哇... 這邊... 修道院... 五個遺跡... 被拆掉啦... 這邊趕快老頭來搬遺跡... 這邊因為... 又一直在用... 用這個... 便宜的重裝... 在前面騷擾... 所以導致... 又一定要把馬鍋一直拉回來... 導致又沒辦法做一個... 有效的騷擾... 哇... 這邊... 一機... 全部幹走的話就很舒服... 這邊遠童也在進攻... 但是... 這邊肉馬也來了... 應該下來解這個... 遠童的部分... 欸... 他城堡被點掉了耶... 因為沒有一個城堡在這裡... 哇... 這邊... 可能沒人死... 兩邊都有嘛... 這邊搭部隊來解救這個TC... 這個TC應該是救得下來... 可能... 村民宿的話... 其實不分上下... 這個階段... 村民宿... 感覺已經沒那麼重要了... 這邊蓋一個TC... 照村民來挖石頭... 跟黃金... 那普蘭這邊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挖石頭黃金會跳... 你看這個黃金在那邊跳... 一個兩個... 三個四個... 那都是挖石頭... 附贈的黃金了... 算是傻必死啦... 挖石頭的時候... 偶爾會找到黃金... 也是摩基隆的事情... 這邊... 遠童兩台... 有點危險... 你要趕快修一下... 不然這邊肉馬直接上來... 直接... 就可以換到400金... 哇...這邊沒有黃金可以修... 能修得... 齊然... 嗚... 呵呵... 呵呵... 有差一點... 這鑰匙... 沒有... 修到... 就真的很尷尬... 這邊馬公... 為了追... 這邊騎士騷擾... 導致... 主力部隊在下方... 這邊騎士... 主力... 直接淹了過來... 那... 沒人死... 這邊的馬公... 也來做一個騷擾... 但是有提示的關係... 防守還算不錯... 那兩邊都是... 一邊騎工... 一邊騷擾... 真的是很忙啊... 那這邊遺跡... 還沒有翻完... 還有兩個... 那這邊轉出了... 六個射箭場... 應該要轉出戰毛... 做... 馬公的防守... 不然這邊馬公... 這個騎士... 被騷擾... 還是... 很難受啊... 那這邊... 那這邊... 大獵... 援援援援援援援... 時代是... 太多了... 騎士... 還在出啊... 哇塞... 這個... 重裝... 真的是... 和夢啊... 太便宜了... 性價比... CP值超高... 再來看一下五十幾隻 五十五隻的馬弓 這邊轉出大量戰毛 準備來硬戰 二級防也升好了 三弓也好了 波蘭的戰毛是有三弓的 也是有化學 化學也點了下去 那梅蘭斯這邊要轉出一些肉馬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這邊一直在做騷擾馬弓 其實也是應對的很難受 這邊要再扶一盾回來救 不然這邊馬數量有點多 這邊馬弓可能會解不完 這邊馬直接填上龍點 這裡會不會打出GG啊 哇 這個田直接被弄的話 這個經濟差距就越來越大了 村民數已經差了快三十隻了 遠投的部分還在修 不然來投這個TC了嗎 但是他是在人家的馬就下面做 遠投動作 但是這個馬弓想要進去騷擾 我走了進來被發現了 我這邊升級了重裝馬弓了 我這邊騷擾很痛苦 村民解放 但是這邊也是被殺了大概五十村左右 村民數只剩下八十村 這邊還在砍 完蛋這邊結果還沒有蹲進去 這個騎士來救 直接把這些馬弓逼了回來 這邊造了一些肉毛來砍 這邊戰毛 哇效果很好 但是這個匈奴還沒有上二攻 三攻都沒有好 這邊匈奴 說實在如果我是匈奴 我不知道怎麼打 我比較菜啊 所以我真的看不懂 匈奴要怎麼打 波蘭 這邊馬弓一直出也是個選擇 但是會很難受 這邊先上十強把在裡圍好一下 這邊化血也好了 這邊射馬弓相當的痛 這邊肉馬來解下這邊的戰毛 但是這邊也有騎士在防守正面部隊 也有做到事情 這邊肉馬在補了 騎士補了過來 騎士防守 下面也在騷擾 這邊城堡不知道該不該的想 這邊又衝了進來 要黃金的部分一直往前挖 那這邊波蘭就只要一直抱皮靈的重裝 遠遠不決的一直來 這邊衝車也點了 這邊衝車也點了 大衝車 好那匈奴二級弓也升了 二級的肉馬弓 看一下 這邊上面又在聚集 這邊騎士應該是解不掉這座城堡了 兩邊打的非常的刺激 但是這邊村民補不起來 只有69村 然後很多村民在發呆 完蛋 這邊挖金的也被抓 這個跑也應該是來不及跑了 哇 這邊黃金也被鑽 然後這邊BK下了 大衝車研發好 哇 這邊殺村 殺得很開心 這邊前置BK被發現了 這邊進正面突擊 射箭場跟馬丘 射箭場跟馬丘 能不能再做到點事情呢 感覺又這邊 只靠肉就可以淹死 Balance了 在這邊 這個重裝再進來很難受啊 裡面完全沒有城堡可以防守 哇 這邊再被騷擾 可能會受不了 會打出GG嗎 有點困難 哇 這個村民被吐光了 不行啊 這個應該要喊GG了 這個馬公來就 村民術差距一倍 下面這邊衝車也準備來了 哇 這個多線進攻 怎麼受得了 這邊 就算重裝送光也沒關係 村民術差距已經差了60隻 這邊 Balance打出了GG 哇賽 我真的覺得波蘭 算是一個被低估的文明 波蘭雖然表面上能力看起來 沒有那麼的強悍 但我覺得他的大後期 地後真的是 非常的猛 有大衝 然後騎士很便宜 雖然沒有三級馬凱 但是一直抱敵人的那個數量 也是會 負荷不了 那來看一下最後的統計資料吧 來看一下 到底挖了多少肉 哇賽 肉直接贏了整整一萬啊 這就知道這個大模仿 多猛的 會彩肉 來看一下黃金產出 五遺跡 那遺跡班五個非常多 都賺了1000多黃金喔 那來看 升級的部分 升級右這邊都是 賽先頂 先人一點 那城堡到帝王這段時間 就相當明顯了喔 冤打贏了海 然後大模仿 踩肉又踩得夠多 整整花了3分到4分鐘的時間喔 哇 那這場比賽真的是打得非常精彩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